今年51岁的Denise Coates是英国大名鼎鼎的亿万富豪女商人。 2018年5月的福布斯数据显示,她的竞技产为46亿美元,仅仅2018年的薪水,就有2.6亿英镑。 她之所以能赚这么多薪水,靠的正是在线赌博公司BET365,而她正是这个公司的创始人,也是这个公司的联合首席执行官。 她的故事,还要从头说起,Denise出生在一个博彩夜市家,她的家族经营着一个名叫Provincial Racing的小型博彩公司。 长大后,Denise考上了谢菲尔德大学,就读尽量经济学专业,大学期间,她就经常在自家的博彩公司的收银部门工作,久而久之就学会了标记赌注等一系列博彩知识。 取得学士学位后,她又回到了家族企业,还接受了会计方面的培训。 天赋加上后天的努力之下,很快,她就接管了一家博彩校店。 在她的经营下,生意越做越好,为了扩大规模,她从巴克莱银行贷款,收购了其他的连锁博彩店。 1995年,她成为连锁博彩店的董事兼总经理,那一年她只有28岁。 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张,Denise的野心也与日俱增,还暗暗下定水薪,一定要把不起眼的家族企业,做成英国顶尖的博彩去投公司。 2000年,为了实现这个梦想,她又贷款了1500万英镑,先是用2万英镑的价格,买下了BET365。 扣这个域名,然后用了一年的时间,重金打造这个网站,2001年,博彩网站BET365。 扣正式上线,2016年3月,BET365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在线赌博公司之一。 总部位于斯托克城,每年能创造20亿美元的收入,在这个网站上的投注金额,高达450亿美元。 同时,公司还拥有斯托克城足球俱乐部的多数股权。 而Denise拥有BET365的50.01的股权,是名副其实的最大股东。 有钱之后的Denise也没有忘记做慈善,早在2012年,他就成立了慈善Denise Colette基金会,向20个英国慈善机构,捐建立1.8亿英镑。 这笔伤款主要用于为贫困的学生提供奖学金,为癌症患者提供力中关怀,还帮助自然灾害的受害者改善生活等等。 因为做慈善的不吝啬,Denise也得到过许多人的赞扬,但他也经常罚受批评。 2017年,他宣布自己的工资是2.17亿英镑,此举引来了众多批判,很多业内人士认为他给自己开的工资过高,而老百姓则认为靠经营赌博赚来的钱都不干净。 但他却丝毫不理会,2018年,他宣布自己的工资为2.65亿英镑。 这下子,骂他的人更多了,靠赌博钱赚的盆满钵满,把别人弄得倾家当产,这种钱赚的良心不会痛吗? 即便如此,他却丝毫不在意,丈夫Richard Smith过着安逸的小日子。 Denise和丈夫大学时期相识相恋,两人与有一个孩子,还领养了来自一个家庭的四个孩子,一家七口七乐融融。 为了给家人更好的生活,Denise决定为家人打造一个占地52英亩的豪宅。 弟弟选在Cheshire街的一个小村庄Crow附近。 豪宅资资9000万英镑,约赫人民力80亿亿,可以说是相当豪气。 打造豪宅的,是世界知名建筑公司Foster & Partners。 这个公司已打造地标建筑闻名于是,花了这么多钱,要求自然也不会少。 据媒体报道,因为Denise非常注重家庭隐私,为此他将种植200克树,并用2米的安全围栏围住自家豪宅。 同时24小时全天后严密监控,保障安全。 如此大兴土木,周围的邻居自然会有意见。 为了能让宏伟的建房计划顺利实施,Denise甚至直接掏钱摆平,可能会影响这个计划的邻居。 他向住在附近的Nilt家庭支付的一大笔钱,让他们离开。 当被媒体问及是否是100万英镑的交易时,女主人表示不止这些,现在不愿多谈。 一部分邻居选择拿钱走人,还有一部分选择拒绝。 一位拒绝搬迁的家庭表示,她想成为这个庄园的女主人,她以为钱可以摆平任何事。 我的丈夫出生在我们的老房子里,我们希望能一直生活在这里。 她却想用钱来收买我们。 我认为她赚钱的方式是不道德的,甚至是可耻。 面对巨额资金的诱惑,很多家庭其实也是矛盾重重。 一位77岁的当地人Den Batchelor表示,她的建房计划导致很多家庭的破裂。 因为孩子们想拿钱走人,而年迈的父母却希望能留在自己的家。 尽管困难重重,但2017年,Denis最终拿到了政府的规划许可,然后就紧罗密服的开工了。 当地人表示,每天都有30多辆踏车,来这里运送建材。 为此,当地政府还选择关闭了一条公路长达两年的时间。 如此轰轰烈烈的开工,打乱了这个小村庄网室的瓶颈,一位当地人表示,施工极大的影响了自己的生活,自己年迈的母亲,每天以类体验。 即便饱受争议,Denis依然没有停下建造红外庄严的脚步。 准备在占地52英亩的大型项目上,打造一个7000平米的人工湖。 湿地和生态园区。 配料网球场、花园和自行车道。 豪展玉镜共有三层,可以俯瞰湖泊。 大量采动玻璃结构,采光极佳,甚至还专门建造了一个玻璃湖景房。 完工后的别墅,绝对是超级豪宅。 对于Denis打造自己梦幻庄园的做法,有的人说,靠着博彩业八家,令无数百姓倾家当产赚来的钱,驱赶邻居,扰乱一方平静的生活,大兴兔木打造超级豪宅,真是可恨。 有的人却说,人家合法赚来的钱,愿意花哪就花来。 你说呢?我们是英国房产圈,一个靠谱,有料,不忽悠的英国房地产。 如果你对英国房产投资感兴趣,就出下面二维码关注我们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哦! 哎哟!